我们结合了科技 来介绍我们整个探索东海岸 画数的部分提高到3.2亿 能够达到32K的超高画质 其实当初即使影像会设置的话 第一支是在都立的游客中心 当初初心很简单 这是我们东莞出最重要的一个 算是国际性的活动 就是我们的东莞大地技术级月光海的乐会 因为这个音乐会的现场其实是非常的精彩 当然也有听到很多朋友说 因为时间关系在训绩关系 没有办法请临现场 然后尤其这个月光海这个景色 很多人其实没有看过 为什么叫月光海也没有回过 因为就是有月光海 那所以很想说是这样的 都立这个你欣赏月光海最好的场景 我们来一个机器影像 让这个世界歌连朋友可以知道 原来东莞有这么美的一个天文的这样一个景色 还有这么精彩的一个活动 那没想到这个这支独立的机器影像上线之后呢 就收到非常非常激烈的一个 回应的一些好 那机器影像的这个降生之后呢 看到了许多我们自己都还没有想过的一些好 在这支独立的机器影像上线之后呢 在这支独立的机器影像上线之后呢 到底何谓所有人生 其实大家现在所看到的这个场景 其实它可以建构成一个三维的空间 前年二十小时间段的 都可以去看到这方面的景致 看什么都还爱就是这么美 我只不集羽一下 那么线之后呢 就要赞了 我们不集羽一下 olhar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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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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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